美国总统大选进入真正的倒计时 特朗普还在为落后的民调支持率发愁时 又被美国媒体痛批了 当地时间10月15号 美国媒体《纽约时报》连续发表了数篇社论 炮轰特朗普为美国史上最差总统 社论还直言不讳地表示 特朗普并不能解决美国的人媒知习 因为他就是美国最紧迫的问题 据悉 撰写社论的记者名叫凯斯林·金斯伯里 曾获得过普利策新闻奖 他在社论中写道 特朗普的连任竞选是二战以来对美国民主的最大威胁 他毫不掩饰自己的腐败 故意煽动暴力 根本不把美国人的生命放在眼里 很难想象 是这样一个种族主义者在领导着美国 在全球化浪潮不可逆转的时刻 他信奉的却是孤立主义 在美国种族主义矛盾日益突出的时候 他却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种族主义者 社评的中心思想是呼吁美国选民 善用自己手中的选票 把特朗普投下去 以结束美国当下的危机 除了社论之外 纽约时报还刊登了一系列短篇文章 大多数都在抨击特朗普 内容涉及特朗普偷税漏税 已经确诊了新冠病毒 却还是不消停 自私地把他身边的人都置于危险之中 最终得出的结论是 特朗普并不能带领美国进步 甚至连原地踏步都做不到 如果再让他当四年总统 那么等待美国的将是不可避免的衰落 纽约时报总结 特朗普是一个没有诚信可言的人 他多次违反了维护保护和捍卫美国宪法的誓言 特朗普几乎跌破了作为总统最后的体面 他拒绝承诺和平移交权利 扬言不接受落选 只有他成功连任才证明美国大选没有作弊 纽约时报又再次呼吁所有美国人民 哪怕是那些更愿意选择共和党当总统的人 为了美国的未来着想 也要站出来维护美国已经岌岌可危的民主 对于特朗普而言 被美国媒体指责抨击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了 不过在他努力争取更多选民投票的关键时刻 这样的社论对他显然是不利的 为了挽回竞选推势 特朗普最近正在马不停蹄的到各州参加竞选活动 儿子女儿也在为他拉选票 不知道在全家齐上阵的情况下 特朗普能不能在11月3号迎来一个满意的结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